欢迎大家收看2017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真是开心有了喜讯 就是莫婉营在女子的太极剑 太极拳的全能项目里面 是人多一面同牌 亦都是香港暴術队 在世大运的奖牌榜上的灵的突破 拿到牌的当然开心 但是拿不到奖牌的项目 好像男子蓝球队一样 都传来好消息 他们在排名赛就是以84比71 击败了莫桑比克 终于都开到阶了 就算明天对着韩国只差第21位 但也值得鼓励 在第一节我们会送上香港运动员 在武术、田径、羽毛球等等项目的比赛情况 每天运动身体好 大人、小孩都会说 不过若果你觉得足球、南球太过剧烈不适合你的话 有时做身子太极也不错 太极绝对一项非常好的保健运动 不过同时也是一门武术 有太极拳也有太极剑 也是一行非常好的比赛 一起去到新竹苑体育馆 看看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 这位是香港代表张家云 他在两天前的太极剑 是做出9.42分 在这一天,太极拳的部分相对好一点 做到9.54分,总分是18.96分 奈何只得到第四名 他认为今次比赛的水准也很高 有很多位选手在世界的表彩都见过面 第一项剑的时候有扣分点 分数暂时白日第五是透过第二项拳 自己有信心发挥得好一点 所以才能追分分数 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这方面 需要多加强 接着看女子项目 这位是中国代表,武孟瑶 二年24岁的他 亦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成员之一 技术水平可以说是超班 在两天的比赛 他合共做出了19.22分 轻松拿到金牌 接着这位是中华台北的陈怡盈 其实在太极拳的部分 稍微有点失手 即是做到9.53分 不过在太极拳做到9.60分 总分是19.13分 接着要看香港的运动员莫阮盈 在比赛前两个星期 阮盈曾经发过高烧 还请了六天假 但全靠大家的支持 包括用爸爸帮他剪辑的音乐比赛 阮盈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如果阮盈这场得到9.55分 就可以得到第二名 可惜状态未有十足十的距 整套动作不算突出 在尾段也有轻微的失误 最后他在太极拳的得分是9.51分 两项合共是19.1分 落后给中华台北的陈怡盈 0.03分 只能得到一面的铜牌 阮盈,不如说说 你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怎样 我今天还未发挥到最好的水平 其实我自己对自己有点失望 综合来说 其实我比较满意是第一场 怎样说呢 最有信心的是剑 但结果有点失望 无论如何 我们会继续支持阮盈 而阮盈的这面铜牌 是香港队今次世大的第四面奖牌 我会继续支持阮盈